现在马来西亚市场的 B-Segment 竞争越来越激烈 除了有 Almera Turbo 之外 还有 City 的 Sedan 和 Hatchback 甚至连 Proton 持一些都会以新的车款 SSE 加入这个市场 至于 Toyota 似乎好像有点安静 因为他们的 Vios 直接从 2013 年推出之后 就只是以小改款的方式来加强竞争率 那么大改款的 Vios 什么时候会来到呢? 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关于全新 Vios 的传闻 其实早在 2021 年的年中 菲律宾媒体就报道了关于全新一代 Vios 的消息 根据他们的消息 虽然说这几年 汽车市场遭受了严重的芯片短缺问题 但是新一代的 Vios 还是会在 2022 年的 8 月在泰国市场首发 值得一提的是这款车的开发代号叫做 D92A 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开发代号很熟悉呢? 因为在之前三代的 Vios 它们的开发代号都是以 XP 开头的 所以这一代改成的 D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 Dyhasu 将会进行主要的开发工作 而这款车也会以 DNGA 平台打造 根据海外媒体的消息 这款车将会基于 Dyhasu 之前发布的 F Sedan Comcept 打造 而且基于 DNGA B 的平台 也就是说跟新一代的 Avanza 是一样的 新车将会拥有更大的空间表现 以及更好的视觉效果 因为目前的 Vios 采用的是旧平台 它的轴距只有 2550mm 跟一般上新一代 V Sedan Comcept 的 2600mm 甚至更大的轴距相比呢 它的空间表现实际上并没有太大的优势 为什么新一代的 Vios 不是 Toyota 开发 而是 Diasu 开发呢? 其实根据之前 Toyota 收购 Diasu 之后的协议 未来的小型车都会由 Diasu 进行开发 而 Toyota 则是专注在中大型的车款 这就是为什么新的 Vios 以及新一代的 Yaris 亚洲版 都会是 Diasu 进行开发 而且因为基于 DNGA 平台的关系 车辆除了空间更大之外 它的操控表现也会更好 所以这个新车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由于新车首发市场是在泰国 加上泰国市场独有的 Eco Car 法规 所以预计泰国市场的全新一代 Vios 跟马来西亚市场 甚至是其他市场的 Vios 引擎配置都会不大一样 我们预计新一代的 Vios 在泰国 还会继续采用这个 1.2 公升的 Dual Viti 自然进行引擎 另外有小几率 它会采用这个 1.2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这具引擎是海外市场 Corolla Sport 或者是 CHR 大载的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为 116 HP 风筝流率表现 185 Nm 看似不错 但是因为 Eco Car 法规讲究排放以及油耗 所以如果真的使用在 Vios 上面的话 相信它的马力会进行一定程度的调降 至于为什么我们猜测 Vios 会采用涡轮增压引擎呢 这是因为在泰国市场它的两个主要对手 Almera 以及 Citi 采用的都是涡轮引擎 如果 Toyota 还是继续自然进行引擎的话 新一代车型的竞争力可能会有不足 至于在马来西亚市场跟其他的市场呢 我们预计这款车同样的还是会采用 1.5 公升的 Dual Viti 自然进行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107 PS 峰值扭力表现 141 Nm 至于变速箱则是会升级成这个 DCVT 也就是拥有后部齿轮的 CVT 变速箱 目前 Artiva 跟这个 Myvi 都已经采用了这一个变速箱 而采用这个变速箱带来的最直接表现就是 它的加速表现更强而且油耗更低 因为在你高速巡航的时候 因为后部齿轮的介入可以让引擎的转速更低 减低噪音之余 油耗表现也会更好 所以我们可以寄望新一代的 Vios 在油耗表现上面应该会很惊人 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引擎之外呢 根据菲律宾媒体报导 新一代的 Vios 很可能成为史上首款采用混合动力引擎的 Vios 而这个混合动力引擎呢 就是来自日本版 Nihazoo Rocky 的 1.2 公升 REEV 混合动力引擎 主要是用这个 1.2 公升的引擎来为这个电动马达进行发电的动作 所以其实它开起来的感觉会比较像是纯电动的车辆 而且加速表现更好 油耗表现更低 除了 Vios 会采用这个引擎之外 我们相信未来 Pro Duo 也会共享这个引擎配置 所以它很可能是 Pro Duo 首款混合动力引擎的动力配置 除了引擎操控空间进步之外 因为 DNG 也全新架构的关系 所以预计这款车也会搭载比较先进的安全配备 虽然说目前的 Vios 已经有了 TSS 但是这些 TSS 的功能比较有局限性 预计新一代的 Vios 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像是车道偏移近视 车道偏移辅助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 甚至是主动式定速巡航这样的安全配备 让这个车辆的竞争力大大提高 因为目前日系的 B Segment 里面 Honda 已经在这个 V 版本 也就是 1.5 公升的自然进气版本 匹配了这个 Honda Sensing 功能 如果 Vios 没有的话 确实会很难跟这个 City 竞争 所以新一代的 Vios 拥有 ACC 可能性非常的大 最后我们就要讲到这一款车的发布事件 前面我们说了这款车会在泰国首发 时间是今年的 8 月份 至于全新一代的亚洲版 Yaris 则是在 2023 年的 1 月 那么马来西亚什么市场会发布呢?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其实 UNW Toyota 目前已经为这个车款进行准备的工作 他们已经开始在计划这些零件的生产等等的工作 所以我们相信 在泰国版发布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款车 预计最快今年的年末我们就可以看到全新一代的 Vios 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计? 因为像是之前的 Corolla Sedan 在泰国市场刚刚发布不久就来到马来西亚了 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回马来西亚的动作也会很快 而且因为 CKD 的关系 所以价格应该不会跟现在贩售的车型有相差太远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全新一代的 Vios 会不会吸引到你们的注意力呢? 如果你们觉得这款车吸引得到你们的话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好啦 这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